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萊姆 Hi 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這個是輪迴 沒錯 我又再去挑戰這一輪迴 剛剛就之前上載了一段 用三毛打的 三毛跟暗遊打的 非常緊張 現在就用暗隊打了 其實這一隊打這一關的時候 其實都挺危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提爾本身的攻擊力 就是去到7000x2 即是14000 其實你見到打下去 不是他寫我忙的 所以這裡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所以其實我這裡都爆了 這裡將會用貓的技 沒錯 不用貓的技基本上是過不了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部署得不算好 就是打得有點氣 無論如何 用完貓的技 我就轉珠 轉到六個combo 順利將提爾 堆倒了 非常好 44關 44關 這隻小白虎 其實一點都不爭為底 因為他太弱了 看我如何秒殺他 就死了 多輕鬆 好了 45關 嘩 這隻大夠衰 龍王是很恐怖的 我想很多人打輪迴 其實都很怕打龍王 這個時候 我想了一會兒 其實 我就直接開了 伊莎佩爾的技 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先捱一圈 先 我不知為何這麼心急開了 Anyway 開了 其實可以真的捱一圈 先咬他 因為反正 我有三圈的時間慢慢回血 一定可以回血 不過我心急開了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影響不到我 之後的 表現 表現 而是這麼好的 對了 弗鹿多COMBO 你看到我 魔羊和黑教學技 都滿了 那我都 將會用去的 我們一陣子就用了 這裡想斜轉 但是失敗 哈哈 好弱智 被大家發現了 現在用Display Recorder 經常都會看到轉珠的Path 讓大家知道轉珠炒了 好了 那我就用了黑狗和魔羊技 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秒殺他 這一下也轉得非常好 意外掉多了三個COMBO 原本應該是七個 喂 堆掉了 非常好 也到46 又是傳說中的 拿渣寶寶 拿渣寶寶我不熬他的 那既然有技 那既然有技 不如用他來 那我就用了 洛基和坦的技 因為這樣就最安全 那其實 又可以不用不用就無所謂 反正下一關都可以儲回 所以我就選用了 那時候就這樣 秒殺沒有難度 拿渣寶寶就雲歸天國 拜拜 好禮拜 回到年幼仔 掉你 哈哈哈 47 唉 這一關很輕鬆 就是呢 對著這個穆熙的小姐 其實擺明這一關是草技的一關 那只要回血 不要出太大問題就可以了 那如果萬一出問題呢 即卡心珠呢 都不用太擔心 那只要你有黑狗的技 就OK 沒問題的啦 當然啦 這個時候我都沒有啦 即是如果你現在卡的話 我都死的了 但我有三張時間 因為它是去CD3的 那有三張時間 就很難 難些卡咯 好啦 繼續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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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他 好啦 那就是 說聲sorry 錄這段片的時候呢 我就不在 不在室內啦 那就是街啦 那就 所以 不太方便出聲 那一出聲就非常愚蠢 在街上 喔 大家好 我屎萊姆 會被人恥笑 所以呢這段片是沒有聲的 對了 現在有聲呢 只是我後面再配那些聲 所以你們聽不到遊戲的聲音 是很奇怪的 我知道 是很奇怪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講一下 木魔族啦 那其實呢 我很喜歡用暗隊的時候呢 配隻貓下去的 即暗的北歐隊啦 即這一隊啦 我很喜歡配貓下去 因為貓再配上坦幾的技 其實真的很威衰 是超級威衰 因為 呃 大家都知道 魔族的技能是什麼啦 那加上坦的技能呢 其實真的可以爆到很高的傷害 所以啦 我這隊呢 其實是雙爆爆型的 那你見到呢 黑狗魔羊再配樂機一爆啦 然後 然後 這個 貓貓再配這個坦幾的另一爆啦 那其實這兩爆呢 都已經 夠我玩很久的了 非常好的 好期待 快點出這個 暗魔族啦 那可以快點給我打啦 那就可以升滿一技 現在我就Lv9的一技 對了 那他最多可以升到Lv13 那Lv13的時候呢 他就是 CD 10 對了 沒錯 對 這個時候呢 他都差不多要掉了 那我就仍然想存技的 所以這幾回合呢 我都盡量啦 還有三ターン了 我才換下機的技 我想存滿下機才去下一ターン 咦 手機還行 還存在下機才去 所以呢 我是故意避開那些暗珠 不燒那些暗珠的 對了 我不是轉的 sorry 是故意的 我怕大家不知道 好了 這裡又要小心避開那顆暗珠 特意不燒的 對了 那麼呢 在這裡呢 那我的落機也都滿忌的啦 就是我完整了一ターン 入下一ターン 都滿忌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可以堆倒了落機了 不是 堆倒了木希了 好 這個時候回血 那我唯一被中蜜足 就是未能夠滿血 進入下一回合 但是都沒有辦法 都要去的啦 出發啦 去啦 堆它啦 Come On 如果這一下不是天降Cump 應該都不會死 不過它沒辦法了 它要死 拜拜 死了 順利去到48關 最... 扭令最麻煩的其中一關 那你見到它是反擊 那代表著什麼呢 就代表我不殺它 就是它殺我了 就是我輕輕打它一下 我都會被殺的 那我燒了燒了木珠 那目的就是想多點心 和多點光 那我成功了 對啦 一二三 左邊三隻爆了 那然後我這裡呢 就隨便轉 都應該可以秒殺它 因為畫面上實在太多的暗珠了 太多 而且全部都是強化 那這裡呢 希望做到四個Combo 那畫意上呢 就會提供一個合理的輸出多點啦 對啦 我都只是做了四個Combo 那也都跌多了兩個 那都很順利秒殺了它 那其實四個Combo 應該都夠殺它 好 來到 大勝 那它是CD3的 那其實CD幾對於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因為第一ターン 我反正都不能夠打得太大力 因為太大力 它太小血呢 攻擊力太高的時候 就會秒殺我 所以不能夠 太大力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揍住它 揍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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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太大力就這樣危險 所以輕輕力 輕輕力揍一下它 然後呢 我同時是等 我之後去打開一下 之後我就會放伊沙貝爾的技 那同時都等著我的黑狗和摩羊技 快點去充滿它 因為剛剛那個Tank溶了 這裡就沒有燒到暗珠 那原因就是 因為它已經開始發脾氣了 打燈很痛 就是剛才如果燒到暗珠的話 就變了我死 而不是它死了 那我也都其實扣了它很少 它已經攻擊暴力了 好變態的 這隻就是什麼 死人大勝 咦 差一點點 如果轉完 水煮就更加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要開伊沙貝爾的技 開啦 不要想啦 不要猶豫 是時候啦 開啦 太慢啦 這個時候一定是 我不知道被什麼 浪費了 正常不會想那麼慢 其實應該可以捕捉一下怎麼打的 因為接下來還有 一些技 要想一下怎麼分配 好 那這裡就開了黑狗和蝸羊了 來囉 來囉 已經要分析一下怎麼轉 因為這些轉呢 很容易會 插滿一點 轉得不好的 好 成功做了一個高的輸出 丟上去 亦都去到一個理想的血量的位置 一半小一點點 我不能減到它去30%以下 因為你也知道 30%以下呢 它就會反擊 不是 它會連擊 連擊的時候呢 就蛇都死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又要就著你 不能太勢力 其實對於我來說 會不會去都沒有所謂的 反正 我一下子都頂不住它了 好了 現在我盡量再慢慢磨它 多一點點的 我的測量是 但是這裡這一下呢 就轉得非常醜 請見良 轉錯了 哈哈 成功轉錯 非常醜 嚇死人了 那這個時候呢 它下一 turn 就殺愛了 所以你現在就爆了 我最後有的技 就是坦幾加貓技 非常之暴力的 輸出 又下角綠色 不是啦 下角六顆火珠連起來 對啦 分開 完美 完美 做了8combo 自己能夠 順利掉多了兩個 順利秒殺它 哈哈哈哈 輕鬆 好了 又去到這裡 竟然還有兩個技 放上去啦 不要想啊 這樣整版的暗主 這隻這樣的聲音 你都死硬了 死呀 給我死了 死了已經 死硬了 好 非常好 輪迴通關 這次用暗隊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用暗隊通關的 因為之前試都好像沒有work 那我就換了一些新的組合下去 那就不錯 其實也都多謝翡雪 我參考了她那個 她那個打法 然後再改一改 沒有用到暗油的 好了 這個時候發覺我還沒開回Wi-Fi 那我就不想先開回Wi-Fi 好愚蠢啊 好 我還要開回手機的Hotspor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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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看獎勵 其實最主要是看獎勵 要確定是拿到獎勵 好了 那靈魂石這些小筆面有九粒 不會少 不會走你掃的 好 接著就 多謝風式旋律 然後 檢查一下我的獎賞 有幾多 嘩 一堆魔法石 然後 最底 最緊要的就是人面鳥 最緊要就是人面鳥